麥明思這日出席慈善活動的記招 講到將會與Lisa姐、汪明荃合作做活動當晚的詩儀 不知道她又緊不緊張呢? Lisa姐坦白說我以前都挺害怕 應該不是怕是敬畏 前輩做事時也非常認真和嚴慎 幸好近一段時間拍《娛樂大家》經常見到Lisa姐 有一次我去荷蘭拍攝 錯過了兩次《娛樂大家》的拍攝 回到來Lisa姐主動問我 你不見了兩個星期 我突然覺得原來她真的記得我 很驚喜 她主動讓我聊天 所以很開心 希望今次可以在她身上學更多東西 最近Lisa的單車旅行節目都播出 她說自己的爸爸媽媽都看得很緊張 媽媽還說不讓她再拍 其實之前發生意外的時候 其實Crew那邊已經有一些片 但我一直都不敢傳給爸爸媽媽 因為怕嚇到她們 但誰知道這些東西叫什麼 紙包含著火 最終她都會見到 在電視上看到 他們叫得好像自己覆了下去 而且一邊看 看到那些車 看到那些險象橫生的片段 媽媽都不停地說很危險 你以後都不再這樣 那Lulisa是否會聽話不再拍呢 但是更加強烈的感覺是 想起那時很歡樂的時光 我們幾個人互相支持 互相幫助的那種默契和友誼 很開心每天起床就是踩單車 踩完單車就睡覺 這些很簡單的生活 還有可以見識到那麼多國家的很漂亮的景色 其實都是很懷免的時間 希望之後還有迪士還有機會 如果還有機會 我絕對想試 趁現在還是單身 其實沒什麼顧慮 如果將來他日會有家 或者有小朋友 那些一定會有負擔 盡量不要令自己有危險 趁現在比較無奈無掛 希望有機會可以再挑戰自己